穿着中华队制服 拖着行李箱 站在机场行下等候 他们是第三批要代表我国 出战冬奥的运动战将 田径好手黄世锋 陈闺如都在内 当中也包含夺牌大热门 郑兆村 最有希望的就是我们 标枪的这个郑兆村 以及黄世锋 那么也是我们 过去从洋船馆 跟季政以后 几乎差不多60年来 我们这次今年是最有机会 得牌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选手 有黄金右臂之称的郑兆村 被视为奥运黑马 不是没有原因 细数他近期的征战佳机 他在2017年 全国大专院校田径公开赛 以84公尺七夕 突破个人最佳成绩 打破大会记录 夺得金牌 随后在台北世大运 又以91公尺36 刷新亚洲男子标枪记录 再拿下一面金牌 2018年国际田总周纪杯 则以81.81公尺夺得银牌 是台湾史上第一人 自信满满的郑兆村 跟已经设定好 这次的夺牌指标 只要设破89公尺 就有机会报奖归国 刚刚也跟赵森也碰过面 最近状况是非常好 非常有机会 在这次的东京奥运 能够有好的成绩 郑兆村与黄世锋的 标枪资格赛 双双将在8月4号登场 郑兆村在出发前 跟在脸书上分享 已经打包所有爱人的祝福 已经成为他最强的后盾 接下来他会努力让世界 看见台湾 环宇新闻 陈明燕 蔡宇志 林嘉倩 桃源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 请订阅